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最近IBC有一个新的program 就叫海外担保 那之前有一斤缩紧 就说只能是直系亲属 那现在是不是有放胯了 给我们讲讲呗 一开始最早的时候呢 Foreign Income是基本上只要是直系亲属都可以做 现在呢 1月1号的时候 我们并不清楚正确究竟想要我们怎么做 我们所以说临时的1月份 对1月份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就是只允许和政府一样的只允许spouse 对这是亲属配偶 配偶才能做 但是现在呢 我们和政府沟通之后 发现其实政府并不是要把这一个guarantee给取消掉 而是只是在买卖行为上显示 海外买家 所以说现在来说呢 父母是可以做担保的 然后您的配偶也是可以做担保的 但直系亲属这件事情呢 在我们官方的一个回答里面是没有的 那也就是说 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可能会申请一个叫exception 这个exception就是说额外的一个申请 去让我们审批官看到 比如说您的兄弟姐妹是非常优质的客户 收入可能是非常高的一些人士 然后我们要解释给他听 为什么让他让您的兄弟姐妹做这个担保 是更加速克整个情况 那比如说我是海外的朋友给我做担保 这个是完全不行的 朋友还是不行的 就还是要有亲戚关系 比如说舅舅啊 七大姑八大姨呢 这么说呢 如果从官方的角度来说 是不行的 我们直系亲属本身 已经是属于一个exception 那如果跳到更加广泛的一个relative的话 从2023年1月1号开始 那基本上就是已经被办了 但还是不行 那Henry我们做海外担保的话 就申请人和被担保人呢 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好 我来简单的说一下 被担保人和担保人 他们所要满足的一些条件 第一 首先我们要证明担保人和被担保人的一个亲属关系 就亲属关系证明 对 没错 然后第二 我们要提供担保人 我就以中国人作为一个例子 那中国在中国人民银行 其实是有一个叫真信记录的 这个真信记录 也就是相当于这里的一个credit bureau 也就是说担保人不光是被担保人在这里有一个credit bureau 担保人也要提供中国的一个真信记录 对 第三呢 就是首付 首付的话海外 我们走海外担保这个项目一定要达到至少35%以上的首付 哦 就是像之前我说20%就做不了了 对 没错 所以你记住你一定至少要准备好30%的首付才可以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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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四点来说就是担保人是其实是不需要在房产镇上面加上自己的名字 这样的话很多时候父母就可以去帮自己的孩子去买购置这样的这里的一个房产 如果一份的父母打给你的话你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那就请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视频我会专门讲一讲这里面的小坑要避免哦 OK 那其实Henry你最近就是你们这个IBC这个贷款稍稍放松一点开始 我们觉得市场有回暖啊 很多买家就急着已经开始下offer啊 然后也有抢出现了一些抢off的情况 你们从贷款的角度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市场有点回暖 我是第一线的人员感到了市场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状况 在12月份和1月份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在贷款方面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寒中吧 然后2月份突然之间暖起来了 暖起来了 上周我已经remove掉两个subject property 然后这周我下周我还有三个房子是需要remove subject to financing 所以说可见其实慢慢慢慢的已经 买家进入市场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pre-approval 之前的pre-approval 现在都大家开始做live deal了 就是下offer的 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Henry 给我们来做了近期的一些银行政策的更新 还有些市场一些反馈 直接的反馈 那感谢收看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